80后这代人的确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 很看得出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有一出几条片去讲 怎样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元素 最主要就是意志力 这三个字其实最重要就是 坚持到底 勇于创新 不要怕吃底 还有最后最后就是忠于自己 在2007年建立认科食品 在大学一年班的时候 知道自己上九至六的工作 就不太适合自己 而基元考核我有个远房的亲戚 有个动力的生意 就说想转让 所以我就决定将这个生意 接了回来去经营 是没有接触过这个行 当时我夥备另一个兄弟 他在一个行内上面 他有些认识 我主要就是品牌定位 还有他就会去复杂做经营销售 生意的头五年 是没有任何系统去支援我们 很多时候就是在情感上 还有看到市场的触觉 认为这件事是对的 但反而买了货回来之后 原来那些客户是不买的 从而我们第五年才开到分店 原因 因为我们寻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真的收纳了不同的数据 去做分析和采购 我们头五年其实 给了很多学费 去买了很多很新的东西 而客人其实就不适合 而且在不同地区 其实它的需要都不同 我们收纳了这些不同的数据 给团队去知道 原来有些地区近烧烤场 我们放大一些烧烤的产品出来 不同的重点都是由数据背后 去支援我们去做不同的决定 在疫情的时候 的确买送煮饭的人 是越来越多 对我们的生意是有帮助的 的确是幸运的一班 运气绝对是占一部分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团队 其实最主要我会每天都问自己 其实有什么不足 还有整个团队就是破旧立新 每样东西都要创新 由创新的方向才会带动 一个很好的氛围出来 我相信其实每天都发生不同的问题 而我会很重点就是 缓急轻重去解决问题 而让前线和后勤知道 我们管理层其实很重点 去解决他们很急切的问题